好 非常感謝諸位大德的附念 我們共同要研究的就是這份《國語教經》 那為什麼要用《智力勞法師》的呢 因為《智力勞法師》的這一份 講得很詮實 即使你沒來聽課 你也可以看得懂 也會引發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公案 故事啊 會引發你的送去 所以採用它的呢 我的補充部分呢 也比較少 而且也是配合奉承語 就是配合圖案呢 讓諸位更深刻的了解 那我們呢 先看《智力勞法師》呢 這一本書我請了三位 三位作序 來為他作序 這一本書作序 那諸戲文呢 請的呢 都是 教界的長老子 第一位就是瑞金長老 第二位呢 典培長老 典培長老呢 就是我的德界和尚 那麼因為出家授戒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那你要得到戒 你呢 就是要看這個德界和尚 所以當時我們院長 正義長老呢 來跟師父商量說 他要開三喊大戒 要請德界和尚 那是不是請新加坡的典培勞法師 那師父呢 當然是非常的讚嘆 那他就打電話到台中跟我講說 後中你要授戒 這一次會請典培勞法師 所以你必須要再經營授戒 這個就是典培長老呢 在我們的教界裡面呢 他是英順導師的學生 那麼是聖運長老的老師 所以呢 他當然就是聖運長老要開戒談 他當然就典培的鄉 典培的助詞 後來是龍根長老 龍根長老呢 也是我們口教界的一位 非常有得望的一位老法師 那我們先看這個 瑞金長老的這一段戲文 那他這一段戲文呢 是介紹到這個 志烈長老呢 他是慈航大師的這個弟子 慈航大師就是我們台灣的 第一位肉身菩薩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那麼這個 慈航大師呢 要做他的陸式弟子呢 是不太容易的 那後來這個智利法師呢 他在這個 菲律賓呢 被聘請為 古堅中學的教師 最後呢 他到這個 菲律賓的這個 引秀寺當助詞 那麼這一部一教軍呢 他就是在引秀寺講的 這一部一教軍是在 菲律賓的引秀寺講的 好 好 那請諸位呢 翻開到 這個 最精長老的這一 這一篇戲文的第二面 他說 那 他為這個 智利長老做戲呢 就是因為這一本 這一本比較精呢 他 詞跡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 第四劫非常完備 因為是我們學佛的弟子呢 必須要 必須要公主的這個奴典 這個就是 瑞金長老的 提示的重點 再來是眼肥長老 那眼肥長老呢 他引了這個 華元經第一行 華元經呢 佛陀說道 佛法佛人說 雖會莫人料 你即使呢 對佛教的教法呢 廉舊的規則 那個 沒有佛陀的教法 再奧妙的話呢 沒有人去 去久說 去禮物的話呢 就像寶藏一樣 沒有人先說的話呢 即使再有智慧的人看了呢 他也沒辦法真正的了解 其中的意思 這個就是 華元經這兩句的意思 佛法佛人說 雖會莫人料 這個組是在談這個 華元經的慈濟 那麼這是眼肥長老呢 引這個華元經的慈濟呢 來做一個開場白 那麼從佛陀所證的聖法 就是這本書的 眼肥長老的信文的第二段 他講到的就是說 佛陀正物的這個聖法呢 以時空來講呢 在時間上呢 持續了兩千多年 但是在空間上來說呢 他已經擴展到整個 整個地球 那麼能夠擴展到整個地球呢 要感謝的就是阿易王 就是印度的這個 佛陀滅度一百年後的 這一個阿易王 那麼阿易王呢 從黑阿易王呢 轉變到白阿易王 這一段一年呢 我們等後面呢 還看到阿易王實著的時候呢 再來做解釋 好 請諸位呢 觀到眼肥長老的這個 第四頁 佛法強迫的主要路線呢 嗯 功偉 來 我們注意看 嗯 佛教封為 北傳佛教跟南傳佛教 有看到嗎 有這個一幕 好 喔 那 北傳佛教跟南傳佛教呢 好 看這個圖比較清楚 這個圖呢 粉紅色的就是北傳 那南色的呢 就是南傳 也就是說 國教從北傳 又從南傳 從印度呢 朝北 就是呢 走 往這個 我們的中原 河西走南啊 這一段 走過來 從南傳 那麼由中國呢 再傳到朝鮮 再傳到日本 這個就是北傳國教 北傳國教被稱為大晟國教 那麼中國呢 又往南傳 就是到越南 再來 南傳國教呢 就是從印度往南傳 傳到呢 西蘭啊 還有那個 什麼 柬埔塞啦 明天這一段 就是南傳國教 那還有一支呢 就是直接從印度傳到西藏門戶 這是藏傳國教 這樣清楚了沒 好 有藏傳國教 有北傳國教 有南傳國教 那麼 以往我們講的 小聖國教 就是指南傳國教 不過呢 今天呢 不能稱為小聖國教 就是說 你不能 他會認為這是一種歧視 所以說 北傳國教呢 就是由河西走南 一直到中國的這個內陸 那麼內陸呢 在傳到民國傳到日本 這個就是 這個北傳的路線 所以國教呢 就是有這三條路線 那麼這三條路線呢 就是我們後面呢 看最重要的就是呢 北傳國教呢 到我們中國大陸的時候呢 大陸文獻的時候呢 國教的重鎮在哪裡呢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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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在哪裡呢 現在在哪裡呢 在哪裡呢 對 台灣 那麼大陸的這個 那個 那個 規復了以後呢 那個文革以後呢 整個國教都毀掉了 那麼大陸今天 國教會再興盛呢 完全就是靠台灣才傳過去的 所以台灣是北傳國教的重鎮 那麼 那麼 這個佔傳國教呢 靠誰呢 這個強到哪兒魄 mil solidarity 這一個 呃 Lyn Kerry 他說 因為 有中國 有台灣 那麼 才有今天 再傳回大陸 那 那北傳佛教是藏傳佛教是靠這個答案 所以在大陸雖然大陸的佛教已經衰敗了 但是能夠再歸入完全是靠台灣 還有靠印度的達安拉撒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北傳佛教跟南傳 好有沒有看到看這個圖就清楚了 一條就是傳到你們中國 中國在到韓國還有日本 南傳佛教就是到南亞一帶 這個就是整個的路線 整個佛教的傳法的路線 那麼能夠佛教傳到變成世界級的宗教 歸功於阿裕王 歸功於佛陀滅度後一百年的這一科 阿裕王 他把佛教推向到全世界 這個就是阿裕王在這個佛教裡面 除了佛陀之外 最大的功勢就是阿裕王 好我們再往下看 看到下一段就是這個對智利法師的讚美詞 那麼這些就請大家自己看 好因為主任規定有十五堂課 我怕講不完啦 各位知道 只好讓大家自己有的部分就自己看 好這個 緬培老法師呢 他擠了這個智利法師的三大優點 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許聖的行義裡面呢 他所謂的國是從人從佛 有沒有看到 第五頁的這一個第三把 有沒有看到 好從人從佛 他解釋這一個國字 用什麼來解釋呢 大家看今天的講義 今天講義後面有一個名項 名項裡面呢 有解釋到許聖的說人解誌 有沒有 最下面 名項裡面 我們的講義最後一頁 找到了沒 第五章 第五章 這個最下面 名項裡面 佛陀瑜過來有一個許聖 不是那個許聖 許聖的這個說我們解釋 他就是講到從佛 從人從佛 就是解釋這個佛字 因為中國早期沒有佛字 找不到一個佛字了 就因為沒有佛字呢 可是幻文呢 他的音異就是這個 他講 我們看到明相的第一個佛陀也 有沒有 佛陀也呢 就是印度的幻文的稱呼 佛陀也 如果我們中國人呢 最喜歡簡單 所以就取一個佛字而已 如果這個佛字 中國又沒有這個字 從哪裡來呢 就是這個 從人佛生 就是從人從佛 就是在這個佛 沒有人子堂的佛呢 中國有這個字 那麼中國從這個字呢 來加上 因為釋迦蒙里 釋迦蒙里是人 所以他就把它加人子堂 而創造出這個佛字 這樣懂得嗎 就是第一個就是講到的就是說 中國沒有這個字 印度稱為佛陀也 那中國人喜好簡列 那簡列的話呢 就要找一個佛字 那佛字中國沒有 只有一個沒有人子堂的佛 所以就是佛 我們也念為佛嘛 就是沒有這個字 那麼只好在 因為佛陀是人 所以把它加人子堂 那這個就是我們 佛教傳入以後 佛字就是由這個創造出來的 就是在佛的旁邊 加人字邊 那佛就是佛呢 就是佛陀也的這個專用詞 就是把這個文音棄掉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呢 喜好簡單的 喜好簡化的這個實性 好 翻過來 我們看到他第二個 第一個讚嘆就是說 緬培老法師呢 從沒有看過沒有聽過人家講說是 這個佛字是從人從國 而且呢沒有聽到人家講說 國不是人 而是一個一個節者 是一個超人 這是第一點 緬培老法師的讚嘆 那麼第二點的讚嘆呢 我們翻過來第六頁 好 課本的第六頁 課本第六頁 他講到說 智利勞寡師呢 他的修行 他的修養呢 非常的崇高 而且戒力很嚴謹 就是因為戒力嚴謹 才會要講國語交經 不是講我 就是講到這個智利勞寡師 他之所以寫這本書 這本書呢 是他在這個影秀室裡面的講討 編輯出來的 那麼緬培老法師讚嘆他的 就是說 會講一教經啊 一定是很重視接力 這個就是 第二點的稱讚詞 那麼第三點呢 他說 本來身為國國的弟子呢 就應該要重視這個接力 那這一位智利勞寡師呢 因為這一部經是佛陀的遺言 那麼智利勞寡師呢 他會很注重的去送 講這一部經 還有背誦這一部經呢 可見他對佛陀的這個 一教是命令火光 這個就是編輯老法師對這個智利勞寡師的讚嘆 總共有三點的讚嘆 第一點就是沒有聽過人講 佛不是人 是超人 是從人從活 第二點就是讚嘆他們 一定是非常注重此見 才會講這一部遺教經 也是對佛陀非常的尊敬 因為佛陀最後講的一部經典 就是遺教經 遺教經是他一輩子說話 所有的教人裡面的容縮品 這個就是佛陀寡師的第二個讚嘆 第三個讚嘆呢 就是讚嘆他尊重這一部遺教經 這個就是遺教法師對智利法師的讚嘆詞 那第三位就是龍根長老 龍根長老先介紹佛 他先介紹佛陀 那佛陀呢 因為對人生的真理 人生的哲理呢 非常的透徹 所以呢 他才會被稱為大傑佛陀 才會被稱為大傑佛陀 那佛陀呢 所說的這一個佛法呢 都是禮谷得樂的教法 都是讓眾生呢 知道怎麼去減少苦惱 你環繞減少你的這個心境 就會常非常的死清 但是心清淨呢 當然你就會得到快樂之在 這個就是佛法 那第三段呢 他講到的就是佛陀 第一次說法是照到這個陸也院 陸也院呢 他錄了佛比丘 好 我們等一下找 看到再來講解好 因為一時呢 要找找不到 好 講到這個度佛比丘呢 後面還會彈起 所以神團到底是怎麼建立的 什麼時候才算是整個 比丘的神 整個神 佛教的神團 真正完整的建立 我們後面的本文裡面會彈到 我們到那時候再來講 好 請大家呢 翻到第八頁 各位 下一頁 他談到的就是說 佛陀的弟子呢 各有職守 各有自己在家仲 跟出家仲呢 各有職守 那麼出家仲呢 生團是祝持佛法 還有呢 弘揚佛法 為忠心 那在家土地呢 在家仲呢 他是要不持佛法 還有奉養身仲 讓這個教堂呢 能夠永續 這個就是這一段的答義 再下一段 談到佛陀這一個 教堂的階級 佛藝教經呢 是佛陀要露滅函的時候呢 他什麼時候露滅函呢 就是在中葉裡 那中葉 我們講義裡面有 就是 就是 第幾頁 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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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戲雲的課問 我們大概講一下 到本政委的課程的時候呢 我們會詳細的說明 中葉就是指 夜三十裡面的 十點到兩點 有沒有看到 就是 就是夜三十 中間的那一蘭 晚上十點到清晨兩點 就是中葉 國頭是在這個時間 進入涅函 當時的這個 露涅函的這個時刻 那這裡呢 後面有一段引文 就是引到 他所說的 國頭所說的教寡 他有講什麼呢 他就講 不等比丘 以我滅後 當尊 尊 尊重 尊敬 波羅提木叉 波羅提木叉 就是介立 波羅提木叉 就是介立 那這一段 我們在後面會解釋 我們在這裡就不要 不要再班的時間了 好 下一段呢 他講到 國教的教團呢 是以比丘為中心 佛教的教團 是以比丘為中心 所以呢 佛陀怎麼尊重佛法 怎麼尊重戒律 都是以戒法國罪根本 這個就是波羅提木叉 那麼身團 整個教團 以身重佛中心 以出家重佛中心 尤其是比丘 所以呢 比丘是 當時的當機重 就是佛陀的說法對象 佛陀的當機重呢 就是這個比丘重 那教團當然是以比丘為中心 所以他在這一部經典裡面呢 都是講到的是如登比丘 提到的都是如登比丘 而不是 因為他四重以比丘為代表的 甚至七重也是以比丘為代表的 實際上呢 他是在講所有邪國的人呢 都要以慈戒清淨為首要 我們看到第九月的第一 就是說慈戒清淨為首要 那慈戒能夠清淨以後呢 你才會得到慧 才會得慧 得定得慧 才會得到慧 也就是三邪要記住 就是戒定慧三邪要記住 那麼儀教經所開示的法要呢 我們一再強調 都是以比丘為首 因為身在佛陀就在 沒有身中的話呢 佛陀沒辦法滾出濃間 所以身在佛陀 看到沒第二項 第九項的第三項 身在即佛陀在 就是說有生前在這個世間的話呢 佛陀才會滾存世間 正佛才會久住世間 所以這個就是 身在即法在 所以佛陀滅渡以後呢 他的 他的期待的會向 當然都是出家的禮秋 期望佛陀能夠穩住世間呢 才能夠立地眾生 所以呢 他還是鼓勵這一些 身前禮秋呢 要作為人天失敗 要走眾生的魔幻 要勤修清淨行 要執清淨界 來彰顯這個佛法的妙用 這個是佛陀的 在要往生之前呢 一直一再叮嚀佛法就是在這 我們就看現在 為什麼佛陀離開人間 這麼2500多年呢 為什麼還有佛教 人家講佛教是一盤善沙 那麼為什麼還可以存在人間呢 就是因為有戒律 沒有戒律的話呢 絕對佛教沒辦法依存在這空間呢 所以說 建議是 對出家眾人 對在家眾人 對所有的佛陀子佛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最後的一段呢 這個緬培法師呢 他是在新加坡史 新加坡的林河 林河的這個佛陀講堂寫的 他再一次談到說 你教經很多著本 但是著本呢 都是文史上比較簡略 可是呢 因一切很深厭 你對這個出錢國華的人呢 是一大挑戰 你沒有辦法看懂 所以呢 他還是介紹說 以智利法師的這個講堂呢 來作為我們錄這一個 國華的這一個 一幻版 這個智利法師的這個講堂呢 文字很風俗 而且解說呢 非常地詳細 這個就是 彥卑老法師對智利法師的介紹 好 我們再翻過來看這個資訊 就是智利老法師的資訊 那麼他直接學了序文呢 他講到說他曾經在苗栗的敬酒宴 結下安靜的時候 他講過這一部《不教經》 那因為在這個出家中的這個戒律 這個戒口讀起來比較難以瞭解 因為所有的戒條 都是佛陀在世的時候制定的 那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跟現在的時空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這個制定這個 那個戒下的時候呢 初一十五都要送戒 那送戒呢 有的道場就會改為一個《不教經》 因為《不教經》的這個經文呢 會比你受戒的這個異性地的警測力來得大 那再來我們看到 他講到的這個《戒下安靜》 《戒下安靜》我們講《比外話》 好 諸位請看到獎勵的 剛剛我們那個名項的部分 我寫一個《自治日》 有沒有 第二行 好 就是說《自治日》呢 送戒完了以後呢 有一個節目叫《自治日》 就是說 我可以擠花你呢 在這三個月當中 如果看到日夜的話呢 就變成四個月了 那這三個月當中呢 你有做錯了什麼不對的 我可以當眾擠花出來 擠花出來就是希望你能夠改 希望你能夠持戒清淨 你持戒清淨以後呢 你後面的修行才會順利 那我如果我自己呢 有動一個不好的念頭 我也可以起來呢 自我忏忒 這個對擠花某一個人出來 純粹它是心存要幫助對方 持戒清淨 修行和障礙 所以呢 被擠花者呢 不會生氣 不會惱弱 他呢 會感謝的心 而且呢 他後期來忏諾 這個就是我們中 佛土制定的這個自治日呢 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忏諾的方式 好 那麼在這個 那個戒下呢 有 劫冬也有劫下 劫冬是中國自創的 劫冬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十月十五 到這個 和女的園業十五 那劫下的時候呢 是獎金 還有協力 協戒力 獎金跟協戒力 捷東就是常住 這個就是在中國跟印度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多了這個捷東 這個就是以外話 可能順便跟大家一起做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佛誼三經到第二段 好 佛誼三經呢 就是四十號章經 八大龍節經 還有佛誼教經 就是由這三本成為佛誼三經 那這佛誼三經呢 在佛學院呢 絕對會先讓犧牲這三本 這三本經典 也就是說這三本經典呢 不只是在佛學上的法基礎 而且是修行上的基礎 所以我們呢 在這裡特別告訴大家的 就是這個佛誼三經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修行的基礎 國學的基礎 對一個鋼寫火董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後面呢 那這個佛寶寺講到的 就是他這一本書 初書的整整來龍 起碼整個音顏 那麼就請大家自己 自己看過一遍 那經典的開頭呢 他先說明 所有這個序說 好 看到佛誼教經講 記得這一刻 第一頁 進入本文 找到了嗎 找到了咩 好 他這個序說呢 就是說 所有經典的這個宗旨 就是講到這一部經的宗旨 還有他的這個配門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 來 我們看到屏幕 來 我們看屏幕 所以就是這個宗旨 國法呢 國教的經典呢 有 人法庇 庇裔的庇 人法庇 三者呢 在稱這一部經 我們先從 從國一教經來講 那麼他的偷提就是經 每一部都稱為經 這個就是偷提 你我都是人 人就是偷提 那麼別提就是 我是厚重 你是美修 這個就是別提 提我的提 別提跟偷提 那國是人 國一教就是別提 以上面對這個通提跟偷提 題目 經提來講有通提跟別提 那麼通提就是經 每一部都叫 稱為經 那麼特別的就是國一教 那國一教這兩者是什麼呢 國是人 那麼一教是法 國都要滅肚子前所說的話 那這個就是這一部經 就是以人 以法來做品 來做品 以人 以法來做品 這個就是通提跟別提的房子 這是我們每一部經都有通提跟別提 但是呢 它有部分 有人 有法 比如說 我們說廟法蓮法金 有人 法屁 屁力的屁 廟法蓮法晶呢 廟法 是法 蓮華是什麼 屁力 这样懂吗 好 下面有写 来 看名相 名相的最后一行 有写 经理 它是有人广币的命名 有人广币的命名 比如说 大方广国华严经 大方广就是广币 国就是人 华严呢 广 所以说 这个大方广的华严经 华严经是人广币都有 那么妙华莲华经呢 是妙华 是广 莲花呢 是什么 广币 莲花是广币 所以妙华莲华经呢 是以华跟辟 来丽经体 所以这个有差别的地方 就在这里 好 那么请大家呢 回到课办 这个 细说里面的第二页 第二页 再次 第第二页 好 抱歉 裡面的這一個第三頁 第三頁呢 講到佛義教經 第一行 找到哪一頁 講到佛義教經呢 就是佛陀靈入祕壇的時候呢 對佛陀佛弟子的一種遺囑 就類似我們父母呢 要往生之前呢 就跟我們丁零手來 這個就是遺囑 或是他另外有遺囑這個遺囑 好 再跳過來 我們看到下一段 他講到其實 經中好多地方都講到應該怎樣持見 第二段的第三頁 找到沒 所謂的剛尊重增進佛羅屏幕差 那麼釋迦蒙佛說的就是 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他說他離開這個世間 並不重要 並不要緊 而最重要的是 你們要以戒律為師 就是應當要尊重增進佛羅屏幕差 佛羅屏幕差就是 比教經 就是戒律 對 所以就等於說 如果你以戒為師呢 就等於佛羅在世一樣 跟佛羅在世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從這裡就會知道說 戒律在佛教來講呢 是非常重要的 比經點來的重要 你沒有戒律 你經講得都好 經佛羅的這一個實踐 幾乎裡面幾乎也會包含有戒律 所以這個是 講到 人家講說佛羅屏幕是一盤善殺 可是善殺門後 我記三千 兩千五百多年 最主要就是 三千五百多年 甚至未來 靠你就是這個戒律 所以說戒律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們搬到第十頁 勢力法師他自己講 他說他有十六句呢 警惕姓的疑姓呢 就是他的師父慈喊大師 慈喊大師就是在什麼 在哪裡 有他的肉身 細子 細子 就請過 那這個慈喊大師呢 他留下了十六句 他就是抱住他的徒弟 他說要以反省為要 每天的動念 每天的這個 所作所為呢 都要去檢點 今天的風過到底是有多少 那你如果結個心安的話呢 你到處都能夠整 你就會很順 那你度眾的時候呢 如果還有一個人還沒有度呢 你自己就不能逃避 這個是在這個因果上來講的 那麼在法性上 修行的這個法性上呢 本來就是空節 我們這個後面都會解釋 那告訴你的就說 因果就公平 因果呢 最公正 你什麼都可以 可以 可以逃避 但是呢 因果 你沒辦法 來避免 比如說犯罪了 法律上呢 你躲過的災了 可是呢 因果 你是躲不掉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強調 因果的部分 你還是要自作自受 所以都代替 代替不了你 那麼 還有談到的 空花水葉道場 這個就譬如 參加宋慎的時候呢 他們的前製作業呢 非常的辛苦 你看 當你去的時候呢 就是看到 非常莊名 國相啊 什麼 什麼華顏堂啊 什麼內堂啊 什麼外堂啊 都非常莊名 可是等到法會結束 送聖完畢了以後呢 他們就拆除掉了 這個就是空花水葉 這個呢 就是告訴我們 你要廣結佛言 你要隨時呢 要 要知這個 世間的一切事呢 都是 空 無自 無自信的 這個我們後面會談到 那麼他這個 赤昂大師呢 就是要 欠所有的福重呢 不僅要自渡 也要渡塔倫 那你要渡重呢 你要吃渡呢 你就要及早 這個就是 赤昂佛薩等會 告訴這個 弟子的這個無信 好我們錄到等題 講到經題的部分 那麼經的前名呢 經題的前名呢 佛裔教經呢 他的前名就是 佛裔班 滅韓列書教教經 解釋經的部分 找到沒 好 那我們繼續看 依照這個 中國的這個獎金方式呢 獎金的這個題目呢 要講好幾天 那就像天台的智子大師呢 他在今年寡宗室的時候呢 在大陸的精靈寡宗室的時候 也是截下期間 他就講 華華經 華華經呢 他只有講一個廟字喔 就講了多少邊 九旬 三旬 九旬 所以呢 他有一個 一個佳話就是九旬還廟 就是說他講這一個 華華經的這個經題的第一個字 廟字呢 就講了這個九旬 講了九十天 講了三個月 那麼他所講的呢 都是他的句子 把他記下來 把他記下來 後來有華華賢律 華華經呢 有華華賢律啦 華華文句啦 摩爾指貫呢 這個就是 天台的三大部 後來天台的三大部 好 獅者大師在三個月當中呢 只有講一個廟字喔 他就一個廟字 他就有辦法把 華華經的這個大印呢 全部包含在裡面 所以可見呢 講一個經題並不簡單 一個廟字 他就包含了整個這個華華經的大印 再來 天台中講五重弦義 那麼 賢守中就是華言中 華言聯社就是華言中 那華言中呢 他講十能分事 也就是說 在解釋經題的時候呢 天台中用五重弦義 華言中呢 他用十能分事 來解釋這個經題 他們用 不管是天台或是華言呢 他們所用的這個解釋經題的方式呢 對一個出入國門的人來講呢 是太賢傲 太深了 所以智利勞寡師呢 他這一本書呢 是採取通俗的方法 他不會只有講一個國字 就講九十 就講九十天 那麼這一個國字呢 好我們看下去喔 講到這個國字 國字呢 他這裡有講說 國也是因為 也是由人做成的 佛陀是由人而成國 佛是由天神而成國 他是由人而成國 可見人間人是非常重要的 佛不由天而成國 而是由人而成國 那麼呢 他從兩方面來介紹國字 第一個方面就是從歷史上 第二個就是佛的定義 那在這裡呢 他所說的八項成道 他介紹佛呢 佛陀的一身 他用八項成道來介紹 好 八項成道 好 八項成道 這個講義都有 你們不用抄喔 好 醬如帥 然後呢 陸開 出開 出家 相活 就是成道 然後成道後呢 他的轉法輪最後入聚台 那從都帥編降 為什麼從都帥編降呢 因為都帥編都是佛菩薩 他要來人間之前呢 他的這一個 先在那個地方等待英文 等待什麼意願呢 就是他的父母 他的國家 還有他的家庭 還有他的這個時間英文 所以他在都帥編 是先在都帥編 然後降下來 由都帥編來降下來人間的時候呢 他是入胎 祝母胎了以後 出生就是出胎 再後來就是 十九歲 有的版本是寫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他出家 出家修道 出家修道成道之前呢 他是降魔 降古這些 這些 那個干擾他的這些 那最後呢 他成道後呢 當然是轉法輪說謊 就是轉法輪 用法輪來理應他的說謊 最後呢 好 我們看 八向成道 那麼八向裡面 哪一個最重要 好猜看看 不要怕講出來就對了 八向成道 哪一個最重要 出開 成道最重要 所以才會這樣 八向成道 因為成道後 佛陀才有辦法奉獻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手開悟的這個 這個捷悟的世間真理 才有辦法去度眾 那麼度眾 一年年滿的人後呢 才會進入戀壇 所以八向成道 記住 成道最重要 成道才是最重要的 好 好 好 我們看到左腿一身的病化 就是他的八向成道 欸 怎麼弄 弄點 弄變 弄那個點啊 指示那個點 我拿錯邊了 好 注意看喔 來我們猜看看 有沒有看到 好 由都帥天降下來 在哪一個 找到 找到了嗎 這裡 有沒有 好 由都帥天降 再來呢 入胎 出胎 有沒有 在沙羅雙樹 那個 說羅雙樹天降下來 好 入胎出胎 再來呢 再來呢 他跑出寄修道 有沒有 由馬把他拖 從夜城門和寄修道 最後呢 八年的苦恨 最後在福地樹下 成就活道 那麼成就活道以後呢 有一些魔鬼來燒蠟 有沒有 來過來 我們看下一章 好 八向塵道裡面呢 成道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阿轉瓦輪 轉瓦輪來度眾生 最後五個呢 阿入涅行 這個就是八向塵道 這樣修圖喔 好 先看位置課文吧 好 先瞭解的就是說 這個赤麗寡師呢 並不是依照天台的這個獎金寡 也不是依照華延宗的說法 好 獎金的獎金說法的這個 標示晶體的方式 而是他用這個比較白話 風俗的一點來講的 那麼他首先介紹呢 就是佛陀的八向塵道 那八向塵道呢 請就位看 不用抄 你們的講義都有 八向塵道 八向塵道 第幾頁 第六頁 好 經濟 好先看八向塵道 第二頁有沒有 就是經濟的部分 我們看到八向塵道 就是從都帥天降下來的一間 那我降下了一間以後呢 嗯 那個 叫誰 他的母母 媽媽 葉布人的 夢見白相 入台 我們剛剛那個那個畫面也都有 那出生呢 到後來的 是這一個二十九歲的出家 以及塵道等之前的這個祥摩 祥摩 這些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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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的干擾 那麼他成就道裂以後呢 就是轉化文說事地方 是第一個說法的地方 入圍念的第一個地方 最後最後 人生的最後呢 他進入了一趟 好 我們看到 晶庭的這個補充協議 我們剛剛講到 華華經 講華華經的這個廟字呢 用了九行 用了這個九十元 來講這個 寶化鯉 寶化金裡面的金蹄 然後金蹄用ersonic 蠕蟲協議 蠕蟲協議就是 市民解釋這個名證的部分 還有變體 陽中 訓用 判教 這個興味比較深 比較深入 然後就念過看過就好 以後諸位如果有陰眼研究的時候呢 有鷹眼研究到花園中 就是閒手中的題目 再好好地看 那我們今天就簡略地把這個影像略過就好 好 第一個 教企鷹鷹 再來就是藏教首帥 藝禮秦 還有教首遺跡 再來呢 教體企生 中氣通極 護衛品輝 護衛品輝 傳遺 感通 這種是晶艇 也解圖異 這個就是晶艇的部分 請諸位看到課本 我們八象層照已經講了 就是佛陀一生的歷史 八象層照就是佛陀一生的歷史 那第六頁 我們看到第六頁 釋迦彭尼佛呢 祂是印度人 那祂呢 比耶穌呢 還長五百多年 所以說 在所有宗教的教族裡面呢 可以說釋迦彭尼佛的身世是印度人 那我們 會看到這些 印度人 這個 這個 佛陀的這些 這些司機呢 會被 會被發現 發解出來 環境是要感激 印度人 這個豪富賢家 康明漢 他遺跡了 賢藏大師的這個 這個講義裡面呢 他依照這個賢藏大師的 印度的這個 這個 古史呢 把這些古籍都發解出來 好 我們看下一段 他講到說 釋迦彭尼佛呢 是個太子 他的父親就是金貌藏 母親呢 就是摩葉夫人 那母親是摩葉夫人 摩葉夫人呢 的這個 對釋迦彭尼佛的教養呢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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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 男產時 男產和時 高齡產婦 四十五歲 生了這個釋迦彭尼佛 那這個高齡產婦 在古代裡面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說 釋迦彭尼佛是由他的媽 來回他的尼媽 摩戈神戈皮 就是大愛道的青年 後來出家的大愛道的青年 來護養長大的 所以這個就是釋迦彭尼佛 那麼釋迦彭尼佛他的俗名叫什麼呢 西達多人 我們都知道西達多太子 逸活節的時候 太子將就是指西達多 他會被稱為 釋迦彭尼佛 這個釋迦呢 是他的這個族名 釋迦是他的族名 並不是兩個人 西達多跟釋迦彭尼佛 不是兩個人 是同一個人 也就是說 釋迦彭尼佛他的俗名叫西達多 他的這一個族呢 族姓呢 族姓就是釋迦 釋迦彭尼佛 對他的一種尊稱 那他不要繼承皇位 他呢 出家又有什麼姻緣 有三個姻緣 我們大列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因為金鳳王呢 他晚年得子 當然就是非常的重 那他有一次呢 到這個鄉下 看到龍夫呢 非常的辛苦 就是在這個大太陽下 跟田 非常的辛苦 那麼更辛苦的是牛 牛呢 在離田的時候呢 他要被鞭倒 還有呢 如果稍微卸帶 就會被一邊邊搭 那他搬出來的這個泥土呢 又有一些小蟲 那麼鳥從天上 飛下來的時候呢 就吃這些泥土 所以佛陀看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因言呢 就是龍夫分種的辛苦 還有牛 離田的時候呢 他要被鞭倒 還有呢 弱弱強食 最主要在 弱弱強食 這個是他 第一個因言 第二個因言 就是牛四成門 牛四成門看到老病史 他想到自己 以後也要面對這個老病史 那麼要怎麼去解除這個 啊 這個痛苦 要如何去掛解這個 人的問題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第二個出家因言 牛四成門 接下來 第三個因言 談到的是印度 不平等的四種種性 印度有四種種性 是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好 這個就是佛陀的姆媽 把他復仰長大成人 也就是後來 跟著佛陀出家的大愛道底丘寧 第一位 底丘寧 第一位出家民眾 就是大愛道底丘寧 也就是佛陀佛陀的姆媽 也就是佛陀的姆媽 好 我們看到印度的種性 那麼佛羅門教呢 有一個非常奇特的說法 第一個 就是講到的就是 佛羅門是由這個 是由 由這個冠天 這個人呢 就是代表的就是冠天 由冠天的真的嘴巴出生的 那他就是佛羅門走 那麼如果由 冠天的地下出生的呢 就是岔地利 岔地利是什麼呢 就是做地方 佛羅門呢 就是宗教師 宗教師的階級是最高的 再來呢 從這個 這個冠天的這個 腳出生呢 就是蕙色 蕙色就是商人 腳頂呢 就是手 還有腳板呢 就是手佛羅門 就是奴隸階級 再來呢 就是建民 建民呢 他們種族的 這個種性的階級呢 總性的制度呢 非常的嚴格 比如說守陀螺或是建民呢 如果看到陀螺門或岔地利走過來的時候呢 他眼睛不能直視 你如果眼睛直視會被刮下來 也不能跟他們講話 舌頭會被割 所以說 在印度來講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這個比較特殊的總性制度 好 我們看第一個 佛羅門就是 當這個宗教師 他們是貴族 宗教師呢 掌握神情 那佛陀呢 就是插地利主 就是佛王啊 武士官女這些 這些都是 對國家的經事行政上呢 握有很大全力的 都是插地利的 再來呢 慧瑟呢 就是商人啊 農民啊 這些 這些 慧瑟的階級還好 就是一般的工商人 工商階級 最後呢 守陀羅 守陀羅呢 就永遠沒有辦法關身 那他呢 就是 一定要做努力 沒有辦法關身 那麼印度呢 在統一的時候呢 他們是被英國統治嘛 所以他們統一的 會 就是說 他們自己獨立的時候呢 有一位 安貝 安貝拉成熟 安貝 安貝拉博士還是什麼 安貝拉 安貝拉 他們就為了要推翻這個制度 這個不平等的制度 因為他本身就是靜音階級 本身就是守陀羅的階級 所以當他 當了這個司法部長的時候呢 他就想立法來 略除掉這些不平等的階級 不平等的制度 那麼他呢 為了要 為了要改變這個 這個印度的這種觀念呢 他就想說 那就因為立憲法沒辦法 憲法女立人 他照常是無恥 對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什麼 印度的男眾啊 對女生很不禮貌啊 他們也是 也是到後來的母罪啊 所以他們重難牽擬的程度呢 女生不能信宗教 女生呢不能活死 那我是佛陀推佛陀的手中呢 推翻這個制度 剛剛我們講到大哀悼的邱靡 就是因為他帶了五百位的 這一個世家族的女生來出家 佛陀打破了這個傳統 是一個對社會來講震撼力非常大 那麼這個安倍考而是呢 他為了要提升這個守佛羅族 為了要得到這個平等的對待呢 他就立憲法 立憲法就是要對四種種性呢 大家都平等 可是他發現沒有用 憲法立歸立沒有用 那麼他呢很用心就想說 那他在哪一個宗教裡面能夠找到 因為佛羅門教 這個都是佛羅門教 印度教分出來的 印度教把自己呢 總性就是以顏色來分別 白種能很優越 黑種能呢 就非常的特別 所以說 這個安倍卡博士呢 非常用心 他想要說 我把這個總性制度 我看能不能推翻掉 讓這些建民階級呢 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 他沒想到 立憲歸立憲 沒有用 所以他就想 好 從宗教 結果呢 他 他知道說 佛羅門教絕對不可能 因為這個就是佛羅門教 射出來的 所以呢 他在往其他的宗教走 結果發現佛教 可以 所以佛教講眾聖平等 佛教講平等 所以他就帶了好幾十萬的建民 來回到佛教 所以印度的佛教 會再重啟呢 完全是安倍卡博士 所以說這個就是 印度的四種種性呢 導致這個社會的整體 安倍 安倍卡博 安倍卡博 反正就是他 他就是司法部長 他立了憲法 對這個四種種性 仍然沒有幫助 這個就是 安倍卡博士的世界 好 我們再看下去 來 我們看到說 這個佛陀因為 這個不平等的階級 有四種種性 這四種種性呢 主要就是以平不來分的 這個佛羅門 薩地利會射手佛羅 這四種生物的整個不平等 那麼佛陀對希達多太子呢 為了打破這種不平等的社會階級呢 他想要找出一個 真正能夠解決這個 人間問題 真正能夠 消除這種四種種性呢 能夠找到真正自己的平等方法 所以 就因為這三個原因 出家 出家修行 這個就是 是釋迦門出家的經驗 那麼他在什麼時候出家呢 就是二月八號 半夜呢 他騎著馬 離開這個皇宮 那時候呢 他是二十九歲 有的經典是寫說十九歲 好 好 這個就是佳比羅衛國 佳比羅衛國大出語就是講到 佛陀 他騎著白馬 越過城門 越過東城門 和出家修道 這個就是佳比羅衛國 那再來呢 這個是 這個地方呢 就是佛陀設立 佛陀往生以後呢 燒出來的設立 分成八個分分 那麼在這裡呢 就找到這個佛陀入滅後 他的建塔共共的 這個一部的設立 這個就是在佳比羅衛國 因為這是他的出生地 所以佳比羅衛國呢 有分得佛陀與分一部 色律就是一部 這個是他的這個色律官 外表呢 有波羅尼和女文 這個就是證明說 世間上真正是有西達佛探子 真正有釋迦門 這些都是英國的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湯林漢 湯林漢 湯林漢瓦解出來的 而且我們這些 我們來證明說 這個就是真正的是佛陀的這個 這個聖母 好 摩月夫人就是 世加盟國的母親 就是 生佛陀的這個摩月夫人 那麼摩月夫人呢 生世加盟國的時候呢 因為照印度的習學呢 女生懷胎要生小孩的時候呢 必須要有可能去自己的娘家 為什麼會在這個 沒有在王公生產呢 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要趕到這個 娘家來生這個世加盟國 那麼沒想到 他就在這個國優術下呢 生了這一位太子 好 這個就是 過於 世加盟國的出生的地方 出生的聖地呢 就是 尼泊爾 那麼尼泊爾呢 因為是 世加盟國的出生地方 伯陀有雙重國籍 他的母親 是因為要回這個 尼泊爾生產 所以呢 他是在尼泊爾的這個 這個 這個漫土上的出生的 國優術下生出來的 所以呢 啊 這個尼泊爾的這個 蘭比尼呢 他有一個宗教稅 就是說 當地的百姓呢 稅金呢 只要繳八分之一就好 然後 佛陀批評當地的後代子孫 你看 所以 有一個宗教稅 就是 你只要繳八分之一 來 稅金繳八分之一 因為這裡是宗教的聖地 所以呢 啊 尼泊爾這個國家呢 把它歸納為 宗教聖地交稅的這個優惠 好 這個就是 釋迦摩尼國的誕生 現在呢 還有 就是說 你看 他 他 就是說 有人把它摸著 然後摩尼古人呢 在公園裡面 在這個公園呢 啊 生下了這個釋迦摩尼國 那 再來呢 欸 你們會看到 這個誰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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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貴也有 好 好 我們除了看四種種性以外呢 我們看到這個佛陀丘 這個就是佛陀呢 修行八年的苦恨 那麼他呢 嚴格要求自己 一天只有一馬的罵 所以呢 好 你看 他的那個 比如說 骨頭那個都出來 好 吳比丘呢 你看這個 我看得到 是 吳比丘 欸 那個三男大劍 怎麼出來 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 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這個三坦大劍 好 三坦大劍呢 就是 沙咪 領窗 嗯 沙咪劍 魁修劍 還有菩薩劍 這就是要登三個坦 你如果登 以前早期是 一年只有一個地方傳見 你如果登不上去任何一坦的話呢 你生病或是呢 其他的分數 導致你不能登坦的話 那你就要成賣 明年成賣 所以說 三坦大劍呢 對出家中來講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他就是 就是 等於就說 成為正式的出家人 好 那在這個 還沒有授見之前呢 都還不能成為 一圈圈圈圈圈 好 這一個呢 是 鄭國呢 他非常用心 找出來了 那麼用心的結果呢 是一個巧合 有誰有辦法找到我 師父這個怎麼可能 鄭國人都不知道這一張是我 我受見 民國六十三年 那麼師父呢 他是當尊正和尚 師父先當大尊正 那當時呢 誰得見和尚呢 允培老法師 那鄭國師昨天才打電話跟我講說 這一張比較清楚 他要把我換掉 沒想到 我知道 他從師父那邊 那個 那個 相片裡面 照出來 那沒想到 這個一定也就這樣 師父做了好幾屆的那個 最正和尚 那 正和抓出來的地方 是 我在情中之一 所以這個就是 跟他 我們出家 師父點一下吧 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在哪裏 哈哈 哈哈 我突然找出來的 哈哈 哈哈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呢 就是 實施 有尊正 有 啊 解謀 有得戒 還有呢 你們會叫什麼 教授 教授 好 好 得戒和尚呢 代表釋迦恩 德戒和尚呢 代表釋迦恩 德戒和尚呢 代表釋迦恩 那麼結謀呢 結謀和尚呢 代表如說和尚 教授和尚呢 代表的是民樂和尚 尊正和尚呢 其謀尊正和尚跟三師 三位 德戒 教授 還有結婚 合起來就是師 師師 代表釋放諸佛 你知道懂嗎 你們去受菩薩戒 那你有三師啊 對不對 好 這個都是被正國呢 欸這個不是 那一章呢 真的是巧合 正國你們看 好 這個就是德戒和尚 在說法的時候 就是德戒和尚說法的時候 那麼受菩呢 會有 有波 有一 有三一 三一一波 還有呢 有那個喜章 這個也是受菩的時候呢 會讓你拿一個意思而已 三一一波是國啦 好 好 呃 我們等一下介紹到三藏 好 我們看 看課本 課本講到的呢 就是德戒和尚 釋迦弘柏呢 他出家 出家以後呢 他把身上所有遺物呢 都交給這個麻布 帶回去給年頭王 帶回去給他的父王 喔 那麼他的父王呢 呃 派了五位代表 因為他認為說 他 他認為說 他的母子呢 是一個尊貴的心理 受不了這個 這個苦恨的折磨 所以他派了五位呢 名義上是說要保護 事實上是要歸欠這個太子呢 回心轉意 喔 還俗回家 那沒想到呢 這五位 五位保護他的人呢 去了以後呢 反而是 被這個太子所感動 跟這個太子修行 那 跟太子修行呢 怎麼修行呢 那些六年的苦恨 六年苦恨呢 啊 釋迦牟民國認為沒有成果 喔 就是沒有得到什麼成果 所以他呢 就到這個寧年禪禾 去洗 洗掉這些身上的這個 福慧 那接受這個牧羊女的供養 喔 婚養女的供養 啊 最後呢 他到福利宿下 去 去打坐 剛剛的民國路 喔 對這裡 好 這個就是 釋迦牟民國呢 啊 整個六年的苦恨 導致他身心疾疲 那麼 啊 精神上雖然很好 可是呢 他知道說 他的心境上呢 比他在王宮裡面呢 並沒有更殊勝 因為 飢餓 會導致他 沒辦法 生得住這個身體 那麼他在王宮的時候呢 雖然說 啊 比較 比較 過的這一個生活 很優惡 可是他可以定得下來打坐 喔 所以 國土發現說 果汗是不正確的 極樂極苦都不是正確的 因此呢 他接受這個牧羊女 這個 這個 養女 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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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養他以後呢 他喝了以後就到 明年的 食招啊 然後才到菩提樹下去打坐 然後就 就 如果 沒有成就活到 呢 他四分 不離開這個 坐位 不離開菩提樹 那個菩提樹 好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牧羊女 啊 的 這個 的 大家對他的這個 啊 對他的 紀念 啊 所以共演對人呢 啊 就活生生世世呢 啊 讓大眾呢 去 去對他們 引進 喔 那 那佛陀呢 啊 在這個 那個 福底樹下 成就活到 那他幫福底樹下 成就活到的時候呢 啊 他 他在十二月八號 什麼 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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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見呢 就是他夜賭明星 而成政見 喔 就是夜賭明星 而成見的政見 那麼他的第一計畫就是 善哉善哉 善哉 啊 眾生皆有成佛的 這一個 因緣 喔 很奇妙的就是說 啊 世間的所有的眾生呢 都有活性 都能夠修行 都能夠成就肯大 也就類似說 每一個人 都有當老師的機會 喔 都有當教授的因緣 那麼就是 不知道 什麼時候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嚇不死 喔 所以這個就是 呃 釋迦蒙國 開入的第一計畫 那麼 下一段呢 他講到說 釋迦蒙國入滅 入滅呢 啊 就是整個印度 印度 釋迦蒙國成國以後呢 到世界各地去說謊 說了多久呢 四十五年 獎金呢 三百遺跪 就是呢 他開班授課呢 三百多次 開班授課三百多次 一直到 他八十歲的時候呢 在梭羅雙樹下 才進入立塔 在梭羅雙樹下進入立塔 齁 這個就是 佛佛一生一光 好 我們先看書本 把這一段先講完 齁 這個 釋迦蒙國呢 他的出家音言呢 就是有這三項 齁 就是若若強食 還有無事成門 還有不平等總性的一項 齁 那麼釋迦蒙國的 下面這一段呢 就是第九月的最後一段 他談到的就是 剛剛原來的老老師講的 齁 就是說 他這個佛呢 是印度化 佛子是印度語言 齁 那麼完整的名稱呢 就是佛佛業 齁 再來呢 關城中國 中 關城華裔呢 教士 就是節者 也就是一個大佛大佛的 齁 從文字的結構來講 齁 也就是屬聖他的這個 文字寫來講呢 他是從人從佛 從人從佛 齁 呃 吾的意思呢 就是不是 也就是說他不是 那麼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超人 是一個節者 齁 是柔軟和成佛 齁 他這個呢 就是告知我們呢 就是說 第一個表達的就是說 就是說 中國 中文裡面呢 沒有佛智這一個字 那麼是印度 佛教傳入後 才中國人 才創意 創世出來 創佛智 代表佛陀也 代表佛陀 齁 這個就是 他這一個 智利法師呢 告訴我們的 齁 他講說 釋迦弘力國 是一個大節大活的人 齁 他是一個非常 非常 非常有智慧的人 齁 那麼因為人類呢 包含比較小 齁 人類的範圍比較小 齁 所以 真正有節性的呢 事實上是包含所有動物 不是只有人而已 齁 就是螞蟻啦 紅草都包含在內 都是有一種節性 所以佛陀呢 一直強調眾生皆平等 眾生包含這些 齁 齁 就是說 任何一個眾生呢 任何一個畜生呢 都可以有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叫做節症 好 我們到這裡呢 先把講義的這個文呢 先告一個段落 來 我們先看 好 這個文藝方面呢 細數的就是佛陀在 朱斯納佛的 沙羅霜樹間 佛陀陀陀是在 沙羅霜樹間 陀陀的 那麼怎麼陀陀陀呢 好 我們下一個證文的時候呢 在這一個證文的部分呢 會會 書本上會談到 那我們就在這裡就不聽 就是說 他在臨陀陀陀陀的時候呢 他最後的垂教事蹟 也就是最後的說法 那告訴我們就是說 佛要進入陀陀的時候呢 提醒我們要以 波羅提木叉為本師 本師是波羅提木叉 因為戒條 波羅提木叉就是戒條的戒例 這個戒例呢 可以制服我們的 言和理熟生不根 言和理熟生不根 那我們怎樣呢 可以離 可以呢 遠離稱呼 遠離嬌慢 還有呢 殘取的這個心態 做什麼呢 可以勉勵我們眾生呢 不要放逆 而且呢 在日常的生活裡 你要懂得 調製你的品質 不要暴力暴食 你會引起癱 你睡過 睡眠太長的話呢 也是一個癱 人家講癱睡馬 那麼慾望呢 就可以減少 你能夠自主才 不至於呢 就是說 說一些沒有利益眾生的話 不細論就是代表 就是講 不要說一些無意義的語言 這些呢 來精進我們的道業 這個儀教經的經文呢 雖然很簡略 可是它意義很深廣 意義非常的深廣 而且惡藥很親切 那麼為了加強我們 所有活弟子的印象呢 佛陀更用各種的意義 來反覆的經理 這一部經 這一部的教經 就是佛法的經調 是佛陀最後再三 再三問大眾 對教團 是不是有什麼疑問 處處表現的就是 佛陀度眾生的悲憫心 就是佛陀度眾生 還要淋入涅寒了 以再的兵臨 以再的兵臨眾生 兵臨到所有的弟子 要珍重佛陀末差 那麼 而且最後還一直問 再三問大眾 對教團有沒有疑問 所以這些呢 處處表現就是佛陀度眾生的 這個悲憫心 在他生命的過程當中呢 處處都是 視線的都是真理 所以這就是這個 《遺教經》大概的同意 那麼他的版本呢 《遺教經》的版本呢 是從唐真言 真言就是唐德中 唐德中以前呢 所觀譯的經題呢 都沒有多字 沒有多說 整個字 這樣就出來了 都是心意本 把它加上去 那麼心意本加上去呢 就是在表示尊重 對佛陀的尊重 那麼又因為 我們這一部《遺教經》 他拼文很短 而且呢 異品很獨唱 在我們中國呢 非常受重視 所以他的著本很多 佛陀滅後的五百年呢 就非常流行 那麼到我們中國呢 更是受教界的重視 更是受佛陀子的重視 所以呢 他的這個注釋本非常的多 那 歷代的佛陀子呢 都會講述這一部 這一部《遺教經》 所以說 《遺教經》出本很多 我們大概就解這四個五四 第一個就是西進的《遺教經》 我現在讀的《伍比教經》 就是邀請時代的舊母文史 好 我們談到這一部經的地位 還有它的特色 它就是《伯義三經》 就是《伯義三經》 《伯義三經》其中的一半 就是《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經》 還有《伯義教經》 《八大龍節經》 這三本稱為《伯義教經》 那麼這三本呢 是末皇的導師 包括呢 三藏沒有儀道 三藏就是《經律論》 它不只《經》也有《律》 那麼也有《律》 所以古德呢 把它列為《日宋經》本 《日宋經典》 第二點就是《徽三的景策》 那麼它針對出家人 這一本是禪宗的 禪宗呢 針對出家人來做出一個檢測 就是說 你必須要小心什麼 它都幫你列出來 那你如果緩息到了嫌呢 告訴你的就是說 你何必出家 你有什麼面目呢 你有什麼尊嚴來受人要供養 這個就是《徽三景策》 那麼《徽三景策》呢 在禪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 大家的必須要補等 它把它跟四十二章經 還有國語教經 和稱為《徽三景策》 就是禪宗初協者必須要補等 好第三點 它講到的是說 國土要露滅喊的時候呢 它總結整個它在世的時候呢 首說教堂的整個方樣 它目的就是要堅定莫法的修行者 讓他們呢 有所依止 進而呢 能夠了解 佛來到這個世間的整個一大因緣 佛佛來到世間的一大因緣 就是希望呢 大眾生能夠開悟 能夠成就回到 第四點 佛首說的這個教法呢 都是以四帝 四帝 古籍滅道 回放給你 以解剖為目的 以修善激功德的宗旨 帶領眾生呢 能夠如法如律 回歸到佛法的根本 而向這個佛陀的方法 而向佛道 那麼佛陀在成道後 六年以後呢 才自戒條 為什麼會自戒條呢 因為 人多了 弟子多了以後呢 當然就是會有違規的步驟 所以就隨患隨志 好 隨患隨志呢 我們這個後面再談好了 因為時間到了 好 那我們談到第四點 那下次呢 我們再談這個 講到這個結 什麼叫結 從佛法方面來 和人 人 那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個 僧團呢 有千二百五十任劇 有沒有 因為密度經常讀到裡面 事實上不只這個數目 事實上不只這個數目 那麼多了多少 應該要加多少呢 我們下次再了解 好 下次我們把這個 佛教的聖地呢 稍微就能夠結束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大概的 我們先了解 這樣子 好 請大家做一下 來 好 好 好 這四季是誰 來一等經書出來了 有聽過 記得嗎 來一等 好 大聲鼓勵 對 寶娃進出來了 好 這四季 回向巨是寶娃進出來了 好 下定 第二堂二次客頌 有時間就可以不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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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